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的回来 跟我们一起讨论本周的经文 那本周的经文 还是在佳一和圣约的 本周的经文 在佳一和圣约的41篇到44篇 也是来跟随我女的进度 好今天我们有两个特别来宾 一个是夏长老 第一次来可能也不会有机会再来 这个是张长老 是木榨目前的传校室 然后依然是钟姐妹跟张弟兄 欢迎她们 好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谈的是41篇到44篇 请问一下有人知道 这几篇这几篇经文的经文背景吗 有人想要讲这个经文背景是什么吗 当时耶稣基督他开始要任命一位成员 教会成员来当主教 嗯 因为开始要有资金上的管理了 嗯 那当时也推行了一些新的律法 让大家尝试去遵守 是 那今天要讲篇章就是在谈论这些事情 好 他讲的很有重点 那个是重点 那不叫经文背景 好可爱 好有没有其他人想要补充一下 好 圣徒在这个经文好像背景是刚搬去那个俄亥俄州 对 没错 搬到俄亥俄州的加德兰 然后呢 要再多讲一点吗 他们搬去俄亥俄州之前 对啊 就是神他说你们到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我的律法 对 所以他们就准备好要接受神的律法 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在三十八篇的时候 他说你们到的时候 我要给你们高天的律法 然后在英文上他说 我要endol you 对不对 那是第一次有这个字出现 然后这个是后来我们圣殿的教义 为什么会有endolment 的这个东西就是来自高天的启示跟祝福 这也是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教会的记录当中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补充的 有吗 好 所以经文背景就是 在上一次我们讨论的部分是 他们还在纽约州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搬到 特别是约瑟斯密跟艾玛 已经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加德兰 那当时他们会搬到加德兰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 那里有很多新的归信者 所以教会很蓬勃的快速的在发展 但是这些人都是很新的成员 包括约瑟斯密也一样 他也是一个 对 教会才成立不到一年 所以他们对很多的事情 是无所事从不知道该做什么 没有方向 所以神有说你们要到那里去祭祇 会给高天的启示 所以 好我们可以先来看教义和圣约 所以在他开始做了一部分的事情以后 就是说他开始去拜访成员没有多久 那约瑟斯密就获得了加和圣约的四十一篇的启示 请问一下有人可以先帮我念一到六节吗 加和圣约的四十一篇一到六节 好我来念 好的 听着并聆听你们这些我的人们啊 属你们的神说 你们是我乐意用最大的祝福来祝福的人 你们是听从我的人 你们不听从我又冒生属我名的人 我要用最严重的举划来举划 听啊你们这些我召唤的教会长老 看啊我给你们一条诫命 你们要聚在一起同意我的话 你们凭信心求 必获得我的立法 好使你们知道如何管理我的教会 让一切事情都在我面前正确处理 我来的时候要做你们的统治者 看啊我很快就来 你们要切实遵守我的立法 凡接受我的立法又遵行的 就是我的门徒 凡说他接受我的立法 切不遵行的 就不是我的门徒 要把他从你们当中赶出去 因为把属于国度阿里的事物 给不被撑的人或给狗 或把珍珠丢在珠前是不对的 好所以我们念了这六节 在这六节当中你们有没有看到 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有感觉的事 耶稣基督他在给予启示的时候 都是讲正经事 所以他在说这些话的态度就是非常的认真 不容许不容许你去轻忽这些事情 好那从经文来看你是从哪里看到这些事情 可以用经文来回答吗可以吗 好他在第一节最后面说 他说你们不听从我又冒称属我名的人 我会我要用最重的主法来主法 还有凡第五节他也有说 接受我律法又遵行的就是我的门徒 但如果不接受律 接受律法却不遵行的会被赶出去 好的 类是这样子的 所以很正经的喔 没有在开玩笑的喔 好有没有其他的人想要分享 在这几节你看到什么 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经文 第六节 把属于国度而里的事物给不配衬的人 或给狗或把珍珠丢在珠前是不对的 好这是 所以他要讲的是我现在要讲很珍贵的事情 应该讲他很清楚的有告诉我们 他要开始讲很珍贵的事情 OK 好 还有其他人想要分享 我忘了问一件事情欸 我忘了问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次看的这个经文的范围里面 你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学习到什么事情 想要先跟我们分享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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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一下你们觉得你 我先把这个图里讲完 你们等一下就插进来 嗯 可以吗 好 那在这六节当中 还有没有其他你想要分享的 如果没有我要讲话了 好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第一节的前面 他说 你们这些我的人民啊 主你的神说 你们是我乐意用最大的祝福来祝福的人 所以神并不乐意处罚我们 他先希望给我们的是什么 祝福 他不希望惩罚我们 他希望祝福我们 而且他告诉我 告诉我们是什么 最大的 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给你最大的祝福 但是他说你们该怎么样来准备接受这些祝福呢 如果用经文来说 他说希望他们怎么样来获得这些祝福 遵守他的律法和戒命 遵守他的律法和戒命 是的 从第二节里面他先告诉我 他先告诉我们 你们要聚在一起 同意我的话 聚在一起 同意我的话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第一个责任是他们应该一起去明白神的话 大声一点 因为你讲话有点低 他们的第一个责任是他们需要一起先去明白还有收到神的话 嗯哼 你知道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我想到使徒跟总会会这样团 只是他们每次要获得重要启示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在聚在一起 不是单独一个人获得启示 而他们是在一种合一的状态中 然后在第三节又说要平信心求 虽然他们有用祈求 OK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他说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你知道吗 给我们的祝福居然是律法 我给我们的祝福居然是律法 我在看别人的节目的时候 他说这个很好玩 没有人说我给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最好的礼物是一个Law OK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给你最好的祝福居然是律法 为什么 你们觉得为什么 给你们的祝福是一个律法 为什么 不是给你很多的财产 不是给你很多的什么 是我要给你律法 因为一直以来律法都是 实际上我们人真正成长的那些过程 其实严格来讲是透过遵守律法 来得到成长 OK应该这样说好了 神也就是因为他服从这类律法才成为神的 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们应该会需要律法的淬炼 才得以拥有神所拥有的所有品格 所以律法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听起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需要很细细的去思考跟明白 就好像为什么会有限纳律法 限纳律法 好 讲太快了 sorry 等一下再说 所以这个是律法存在 是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在第41篇呢 就是刚才那个张长长有讲到的很快他就讲说 他要召唤爱德华培锤志为教会的第一任主教 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在那个问答的时候都会问到 谁是教会的第一任主教 下次可以回答了吗 是谁 好非常好 然后呢他有讲到为什么 可是在我们会谈 然后这个在第七节他也讲到就是 他说为我的仆人小约瑟斯密盖一栋房子 让他住在里面翻译 在前面我们是不是讲到他说你不要再翻译了 可是在这里告诉他翻译 好所以一开始他没有房子 所以他大概就是住在 不知道是这个还是这个 因为他 他们到那个加德兰的时候 是住在 一开始是住在牛奥惠宁的家 那这个就是牛奥惠宁的两个房子 应该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可是他的红砖榜 然后这个是加德兰的那一条主要的街道 就是现在家会附建起来 那是当时他们在加德兰工给先知他们用的这些用品 就是房间 那这个就是他的商店 好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房子住的 而且在好一段时间内他们其实是一直轮流住在别的家的 然后当时那个爱玛是怀孕的 所以这个是对约瑟跟爱玛是一个蛮辛苦的东西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他们说可以 把应该为约瑟建一个房子 让他可以住在那里继续翻译 OK 好这个是一个稍微的背景 所以这是41篇 那42篇 可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又说他们又在聚集 所以42篇的背景是所以他们就真的聚在一起 为了获得启示去祈求 那这里我要稍微插一下话就是 以前你会发现在前面很多的启示都是 约瑟跟奥利佛考德里获得的 可是这最近几篇的经文都没有 是因为奥利佛去西部传教去了 OK 好所以在这里呢 就有获得的一些启示 那我们很快的看到这些启示是什么 比方说 好这个一定要你们念 最适合你们念的 来 42篇的6到7节 可以帮我们大声念一下吗 我可以 好 你们要凭我领的力量 两个两个出去 奉我的名传我的福音 提高你们的声音 像号角声那样 如同神的天使般宣讲我的话 你们要出去用水施洗 说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尽了 好所以你觉得这两节经文告诉他们什么 他们应该去传教 对他们要开始 他说除了小约瑟斯密跟西德尼 雷格灯以外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两个两个出去 OK 所以这个是要去传道 对不对 好 然后18到29节 我会很快念一下一些 比方说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说谎 要全性爱你的妻子 不要动淫念 不可奸淫 所以这听起来像什么 十戒 这是十戒 好 这个是他们当时获得的一些部分 那其中当然也有 因为像刚才我们有讲到 那个爱德华培水师 他是第一个主教嘛 所以这个主教在当时 他也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该做什么 那时候也没有手册 也没有其他人的经验 然后他只被吩咐 就是在刚才他就说 他要 在41篇他说他要 用全部时间 为教会工作 那只是他当时获得的一个 启示 然后他也只知道 他知道全部时间 所以他就真的放下他的工作 去做这个部分 那所以他开始后来 有获得一些启示 也是关于他的主教的这些召唤 那其中我觉得最 所以我们先要先谈的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 献纳律法的部分 那这个从30到42 30到42可以一个人念 欸校长有你想念吗 好可以 所以你可以念五节 那你刚刚有念了 然后钟柔四节四节可以吗 好来 30 ok step 从30 你可以到34 而且看啊 要顾念穷人 凭不可破坏的誓约和字句 献出你应当分给他们的财产 援助他们 你们既把财产分给穷人 这是做在我身上了 要把财产放在我教会的主教和他的资历面前 即主教将认命或以认命并按手选派来做他资历的两位长老或大祭司 事情将是这样 财产放在我教会的主教面前 主教收到这些献纳给我教会的财产证明后 财产就不能从教会取走 按照我的诫命 每个人将对我负责 做自己财产的管家 或他经由献纳所接受的 购置自己和家人生活的财产的管家 还有第一次献纳后 如果教会或任何个人手中 除了生活必需以外 尚有剩余财产 就献纳给主教保管 以便随时帮助没有财产的人 好使每个有需要的人获得充分供应 并按照他的需求得到 因此剩余财产应保存在我仓库 帮助有教会高级之一会 主教及其一会所制定的贫穷困苦的人 我要称赞一下你的中文真的不错 虽然你从加州来 对不对 还不错对不对 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非常好 来中柔姐妹换你了 我相信你的中文也不错 加油 三十五节 并为教会全体的益处構置土地 建筑崇拜的乌云 以及建立今后将透露的新耶路撒冷 使我的约明在我来到我圣殿的那天 能聚在一起 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人民的救恩 事情将是这样 犯罪而不悔改者 必被逐出教会 并不得收回以献纳给我教会 贫穷困苦者的财产 以及献纳给我的财产 因为你们既坐在其中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好 再来张力兄麻烦你念 拿稍微大声一点 谢谢 事情将是这样 我借先知的口 口说的话 都必应验 因为我要将接纳我福音的外邦人的财富 献给我以色列教族中的穷人 还有你们心里不可骄傲 所有你的衣服要补素 衣服的美丽 应出自你们自己手工的美丽 所有的事情 都要在我面前捷径地完成 你不可懒惰 因为懒惰的人不能吃工作者的面包 也不能穿工作者的衣服 好 这个宪纳律法 会 有这个宪纳律法 是因为从旧约 甚至新约里面就有这个 有以诺城 那新约的时候他们也有就是一些财产共用 所以有一群人在加达兰的弟兄姐妹 他们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 已经在做一种财产 那是摩利 Isaac 摩利跟那个 就是他有一个摩利家庭 他们给很多人一起来 就是他们已经在做这个部分 但是呢 他们做的是财产共用 OK 那在我们研读的部分 他有讲到说 约瑟斯密觉得这个是一个会造成 OK 他是这样讲 他说 先知却发现恶害恶宗所的归信者所采取的做法 是破坏个人选择权 跟管家职务和负责任的能力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是财产共有 所以你的财产也是我的财产 OK 所以既然大家都共有 所以为什么在42节会说 因为大家都共有啊 所以 就算我没有 就算我不努力 我也还是可以有啊 所以他才会说 你不可懒惰 OK 然后 也许有些人觉得我比别人更有能力了 也许就骄傲 所以其实限大力法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 他不是要做财产共有 限大力法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下 承认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神 所以他们只取取他们自己需要的 取自己需要的 然后其他的就奉献出来 让那些 其实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 他们没有懒惰 可是 可能他们终其一生他们很努力 他们也没有办法赚到很多 那是为什么 在新约圣经有 那个有1000块 3000块 5000块的人 不一样 所以他们只取自己所需的 但是什么 把这些多余出来的东西 他们就奉献出来 让那些不足够的人 可以有足够的 这个是限大力法 所以那是为什么他刚刚我们念的经文 第3十节就有讲到 凭不可这句就限出来 你们当分给他们的财产 然后这个限出来以后 听清楚哦 限出来以后是怎样 是不能再拿回来的哦 而且在三十 三十 三姐又说如果 因为又 这是你所需的嘛 那你又自己去做你的营生 那可能你后来又赚钱了 你又超过你足够的 你还是要再什么 再限那一次 再限出来 就是你 他整个都是只有取 够自己需要的 这个部分而已 这样可以了解吗 然后例字句 然后他就说 即便是将来被逐出教会 可能因为你犯罪或什么 逐出教会的话 也不能收回这个财产 这个就是限大律法的 就这个目前所看到的是这个部分 好我想问你们 我是你 你可以吗 把你的财产 多的都拿出外 妈 来 说 为什么你看着我笑 很难 对 因为在能 在能够衡量自身 你真的需要多少的前提下我想 这是能够做到的 嗯 你呢 我吗 嗯 我现在自己就很痴情了 我应该 不太可能有多的可以 就算有我觉得 也像刚刚张长长讲的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需要 OK 张力兄你呢 Do your best 我应该是那个会很忧愁的走的那个 哈哈哈哈哈哈 OK就是那个 我就是在新约圣经 不是有一个年轻的财主 说 主啊我已经出手这个诫命了 然后他就问耶稣说 那我还要做什么 他说变卖你的家产来跟从我 对 我可能会是那个 还在忧愁一点点 因为有一点点加长没有很多 但是 OK 所以 为什么 现大律法其实 其实只做了一段时间 其实后来 就没有再实行下去 是因为 有实行 人会有实行 因为 我还是很难 我虽然知道 一切都来自神 但是 我总还是会觉得 这么多的财产是因为我努力的结果 如果 别人都跟我一样努力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如果 就像金文所说的 不可有懒作者 如果有一些是懒作者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跟他分享 所以 的确 这个律法其实 其实有一些很 可是真的后来就 真的有出一些问题 所以后来他就被 忠 应该用忠止 等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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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迦歌诚会长他 他用这样讲的 他就说 我找不到那句话在哪 他说 限纳律法并未废除 目前 应该这样讲好了 就 他就说 在1833年一群暴主他们 逐出捷克森巨使的主教 停止实行这种施与寿的限纳律法 然后律法本身没有被终止 但是呢 而且 而且不是 这个 这个律法也不是当时才开始实行的 也不是因为有些人拒绝遵守而 尝试失败而终止 他说 那个 那个 科登辛迦会长他说 限纳律法 喔 牺牲律法和限纳律法 并未废除 至今能具有效率 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在教会当中完全实行 这有点像 摩西从 那个西乃山上下来 本来拿了其他的律法 对不对 然后看到他们在拜金鸟主就摔了 所以再上去拿了 应该是比较初间的律法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只用十一封线 没有限纳律法 是比较初间一点 因为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那个圣化 我自己没有 sorry Label 还没有那么高 是我的错 是我做不到 给 所以 这个 就目前没有完全 在教会当中实行 那我想有一些人当中也许他们可以 可是 目前对我来说 我还需要学习 对 所以 你们要鼓励我们 你们做得到的人 要帮助我们 知道吗 可以吗 有没有人 对这个部分还想说什么 没有 好 那除了 要限出我们的财产以外呢 也许 好 如果 你们有机会将来到圣殿 其实到每个阶段他有告诉你 你要限出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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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当然一个部分是财产 一个部分是你的时间跟才能 那这个我们想要看一下 这个是在佳和声约的第41篇的9到11节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爱德华陪锤志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可以请张长好帮我们念一下 那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吗 41篇 9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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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还有 我以召唤我仆人爱德华匪锤志 我给予一条诫命 他应在教会成员表决下被任命 并按立为教会的主教 放下他的生意 用全部时间为教会工作 他要在我颁布律法的日子 按照我的律法 处理一切指派给他的事物 这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心地纯洁 就像古代的拿蛋业 心里没有诡诈 好 所以这有讲到 爱德华陪锤志嘛 对不对 然后他担任主教 好 所以有一天 maybe 你会被召唤主教 那我们是没有机会担任主教啦 但是我们可能也有机会担任持住会会长 ok 所以你可能会有任何的召唤 对不对 ok 那当然现在没有要求你那么牺牲 放下全部的时间 但是的确现在还是有人 放下全部的时间出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召唤会是什么 但是如果 好啦 这是我们如果神圣一点 也许我们哪天被召唤成总会当局人员 那也是你要全部时间出来出来 为教会工作不是吗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渴望承担这样的责任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呢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总会当局人员或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渴望服务 就像陪腿是爱德华一样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如果我们渴望服务 是有可能被召唤的 根据这几节经文 你觉得 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准备让你可以被召唤 从刚才我们念的这几节经文当中 从刚才我们念的这几节经文当中 你们觉得有吗 有经文讲到这个吗 9到11节当中 需要先准备好他的心 准备好他的心 那他的心要怎么样呢 按照第11节他的心需要在他面前纯洁 对纯洁 没有诡诈对吧 对 所以 是的我们 突然 我突然就想到那个pureify your heart 这样子就是把你的心让他纯净下来 就是让他没有 这个纯净他用怎么样的纯净法 是一种没有诡诈 你就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这种纯净就是你会很单纯的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心为了别人好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真的是为了事情的好 不是为了别人的好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 ok懂吗 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确是可以准备的 如果我们渴望被召唤 那另外一件事我要说的是 我们也应该准备哪一天 真的我们需要全部时间被召唤 这是我上一次我们在上主学的时候 我自己有点 我上次应该也类似有讲 书 ok 书不知有一天 如果大陆开放了 我们需要多少传道不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全部时间被召唤 我觉得不久就要被召唤啊 对不对 因为在主的预言当中 主要二次来临以前 福音是要传遍世界各地的 传遍大地的 然后这一大片叫做中国大陆 现在是很多的地方还没有人知道福音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将来要被全部时间被召唤呢 即便现在已经被召唤了 我觉得将来这个机会大不大呢 然后要召唤的人从哪里来呢 我觉得台湾难道不是最最快最合适的地方吗 因为我们跟他们的预言 跟他们的文化各方面 是不是 所以也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准备将来被召唤 可以去服务 所以我以前告诉那时候 当我是女青年会长团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女青年说 请你在时间上准备 在灵性上准备 请你在金钱上准备 你没有钱你将来也很难去传教对吧 给你的身体不好你也很难去传教对吧 如果我们灵性不怎么样 你应该也不会被召唤对吧 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问题 就是不是我们牺牲了 而是如果我们渴望被召唤 也许我们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这些部分 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想要说什么呢 没有吗 没有吗 好那没有我就要继续说了喔 好再来我们要谈这个部分 好因为这些照片都看过了 所以我们很快就拿下来 到最后一个部分是 启示 在第42篇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讲到启示这件事情 然后这里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 他有获得一些启示 但是这些获得启示的原则 启示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 获得启示上 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在 42篇的61节 有人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可以啊 好的 你若祈求就必获得启示 上加启示 知识 上加知识 使你能知道奥秘及 为人平安的事 带来喜乐及带来永生的事 好所以因为这是你念的 你觉得启示会怎么样来到呢 夏长老 从这节经文当中 你觉得启示会怎么样来到呢 就一点到一点 OK 所以会一下子 给你全部的教育和圣约 从第一篇到138篇吗 没有 所以这也经过很多年 就是当我们 应该这样讲 通常当我们自己有困惑 开始求问祈求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到 比我们现在了解的更多一点 所以启示 其实都是 应该 好 律上加律 所谓的律上加律的意思呢 就是 他每次只给你一点的意思 就像那个爱的华培之日的召唤也是这样 一开始 没有接到很多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65到68篇吗 有人可以帮你念一下吗 65节到68节 对 看啊 你要遵守这一切事 你的酬赏将是大的 因为国度的奥秘值让你知道不让世人知道 你要遵守已得到的律法并要忠信 你们以后会得到教会的圣约 那些圣约足够把你们在这里和在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 因此凡缺少智慧的应当来求我 我必否赐给他也不斥责他 这个就是觉得我好像在看那个 那种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感觉 好 那这几节你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启示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什么或准备什么 才可以让我们获得属于我们个人的启示呢 我们如果不是教会的重要的职员 我们也不 比方说我林姐妹不会为木榨获得这个木榨智慧该有的启示 因为这个是主教的职责不是我的职责 好吗 好有人想要说吗 你们觉得 从这几节经文你觉得要获得启示 就是个人的启示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跟条件是什么 66节他说你要遵守已得到的律法并要忠信 好所以也就说我们用白话说吗 这是什么意思 你旧的就是先给你的东西你要先遵守我才能再给你更高更好的 就说我们需要先遵守诫命对吧 对吧 如果我们是一个不配称的人 不遵守诫命的人 请问 神为什么还要再告诉你启示 因为你都以前我给你 你都不会去做不会去遵守啊 我需要这么浪费再给你多一点吗 有点浪费力气了吧 对不对 好OK 好还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的吗 从基本上来说 嗯 我觉得是第六十八节 是 因此凡缺少智慧的应当来求我 我必后赐给他也不斥责他 所以还有 所以你觉得一个就好给别人讲啦 所以你就这一节告诉你要干嘛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连着一起 六七跟六八五可能是可以一起的 好的 我再念一遍 好 你们以后会得到教会的圣约 那些圣约足够把你们在这里 合在新耶路撒冷建立起来 因此 胆缺少智慧的应当来求我 我必后赐给他也不斥责他 我觉得我们在祈求要有启示的时候 应该是要把心放在 我是为了神来做 我是为了神做事情 嗯 我们要建立喜安 嗯 并传养他的福音 呃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启示 OK 所以 好啦你的重点 很多水重点是什么 给我两个就好 哎 好 所以你觉得正义的目的是这样吗 对啊 为了正义的目的而去祈求 你所欠缺的智慧 好 正义的目的还有呢 喜安的建立 还有福音 好啦我在等你讲 祈求这件事情 祈求 祈求 就是你要为了去做神的事工 而祈求你所缺乏的智慧 对 但是你一直讲的是目的 你又不要讲祈求这个动作啊 祈求 祈求 就得到 扣门 为你看 对 OK 好所以但是 我想补充的是 我觉得 圣约 可是跟这个有一样 但是圣约有时候是比 应该 不是有时候 通常都比戒面还要再高一级 对吧 比方说洗礼的圣约 比方说圣殿的圣约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准备的部分 如果我们渴望获得个人的启示 当我们自己越遵守诫命 其实是这样子啊 你是就是靠神进的啊 所以我们要获得启示的机会是更大的啊 是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 诶 我不能走 但是我很想说来 那个 中楼姐妹可以请你站起来一下吧 对 请你站起来 这是一个实验 有点好像是大家不会看到的实验 所以 请校长现在对她说一句话 你好 你好 好 中姐妹请你到那个持住会的门口哪里去 谢谢 所以现在中姐妹走走走走 大概离了 再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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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刚才她的座位大概有20公尺 所以校长好 请你说同样的 你好 你好 所以哪一个部 站在哪里比较容易听到 当然是前面啊 为什么 距离比较近啊 谢谢 请你回来 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测验 很实际 是不是很实际 虽然你们看不到 但是就是 当你离这个越近的时候 你越容易听她说的话啊 不是吗 但是再讲一个更深刻的 如果你跟她是好朋友 你连她不用说 搞不好你都懂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天 耶稣说 我称你为朋友 你要高兴死了 我跟你讲 对吧 因为表示 你跟她有非常好的关系 她很了解你 你也很了解她 那个你应该会快乐死吧 OK 好 所以这个是获得启示 再来 再四十三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刚好我们是讲到 获得个人的启示 可是现在呢 我们要谈的是 为教会获得启示 有什么样的原则 OK 有人想要帮我们念一下吗 1到7节 对 听啊 你们这些我教会的长老 请听我要对你们讲的话 因为看啊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已通过我指定给你们 从我手中接受 诫命和启示的那位 过得一条诫命 当作我教会的律法 好先等一下 所以这个人是谁 通过那位那位是谁 在这个时候 讲的那位是谁 约瑟斯的十米 约瑟斯的十米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唯一指定的 你为什么没有自信呢 你可以勇敢的说出来吗 在搜寻我的字嘛 哦好再一次 就是他是神唯一指定 可以接受启示的先知 为什么 他就是教会的总会会长 就是现在相当我们的总会会长 他是第一长老嘛 对不对 OK当时应该是没有总会会长 这个词应该 所以后面他也 可能有很多人不确定这件事情 所以他再次的强调这件事情 好请你继续帮我们念 谢谢 而且你们要确实知道这点 如果他藏在我里面 在他被取走前 我不会指定别人为你们 接受诫命和启示 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除了透过他以外 不会指定任何人接受这恩赐 其他这恩赐 若被取走 他除了指定另一人取代他以外 没有别的能力 而且你们要奉此为律法 不要将任何来到你们面前的人的教导 当作歧视或诫命来接受 我赐给你们这律法 使你们不致受骗 使你们知道那些教导不是我的 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我案例的 就会照我从前告诉你们的 进入那扇门 并接受案例 教导启示 这些启示 是你们透过我指定的那位 已接受的或将接受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因为在这篇的前面就是说 当时又有人自称为歧视者 之前也有嘛 对不对 之前我们有讲到那个 在那个惠特茂大卫他们的农场 他的姐夫 这样才讲完而已 然后这又来了 所以为了让成员们更清楚 那现在也一样 这个原则也一样 就是教会其实每次有政策的时候 谁会宣布 当然他们会一起 但是通常读出来都是总会会长 除非他说请谁帮我们念 否则都是总会会长 当然他们是一起讨论出来的 一定是这15个人讨论出来的 但是一定是总会会长出来宣布 因为他才是那个被指派的人 除非有其他的状况 否则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 再转一个圈就是说 如果有任何人获得一个启示 是属于总会会长层级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启示是怪怪的 就好像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 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 他说他觉得姐妹们很快会有圣子 他就想说这个人是圣子 你懂吗 我说姐妹会有圣子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任何成员 或是一个高级之议 或是一个支联会会长可以说的事 懂了吗 所以有时候在很多的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有 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下 将会的确有一些 有很神圣启示的人 但是这些神圣启示都很怪 不属于他们职位应该获得 这样可以了解了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辨 在现阶段应该这些事情不会很多 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下 你要自己能分辨这个人说的事情是对的吗 如果这不属于他应该获得的启示 那就是不对的 OK可以了吗 好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 是一个分辨的原则 好 所以这个是到这里获得启示 最后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恭喜我们快要结束了 来我们彼此齐发一起教导 来在43篇的8到10节 有人要帮我们念一下吗 好 现在看我给你们一条诫命 你们聚在一起时要互相交道和启发 好使你们知道如何行事和指导我的教会 以及如何遵行我给你们的语法诫命的个点 这样你们将学会我教会的语法 你们将被你们接受的事盛化 并约束自己 在我面前完全圣洁的行事 只要你们这么做 荣耀必加在你们得到的国度上 只要你们不这么做 连你们已得到的也要被夺去 好 他这里告诉我们要互相交导 彼此齐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们才会知道要该怎么行事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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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九节他说什么 被教导之后就能够学会 那你接受这 你接到你接受之后就能够被盛化 好 OK 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们被盛化 OK 不是因为我们来 像那个新月那个雅典人来聊聊 然后谈一谈 这样闲聊 不是 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好 这也是教会的课程里面应该 需要努力做的部分 就是让我们有被启发 有回去有渴望变得更好 就在这里他有讲到是 更可以约束自己 更可以圣洁的行事 我觉得是在教会课程最重要的目标 不是来这里讲哦你什么什么 他有什么什么 不是 我觉得教会的课程最主要的目标 是帮助我们盛化 帮助我们更有渴望变得更神秘 OK 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关于第八节 他说要互相教导和启发 在这边他很特别 他并不是说知道比较多的人去教导 知道的比较少的人 他说互相教导 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 知道的比较少的人 他也可以教导知道的比较多的人 是 这个通常会体现在说 当然我们都是透过相同的福音去学习的 那只是在遵守介命或是学习福音的过程中 即便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在去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可能有时候会遇到我没有办法或是偶尔会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所教导的事情 而当我没有做到的时候 这时候不论是谁 即便是 擁有知识比我少的人 他也有权利 可以来教导我 你这个部分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更好 OK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用权力 只是我会用机会 只是我觉得教会当中本来就是互相帮助 互相巩固 互相协助 并不见得我的知识比较多 我就一定是了解全部的 或是我做得很好的 我觉得弟兄姊妹们都彼此启发 或是彼此协助 彼此巩固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去分享我们的看法 然后可能都可以鼓舞别人 启发别人 或圣化别人 所以我不认为一定是好的 或是多的教导少的 我觉得未必 三人行必有我私 对 你听懂吗 所以就是 听不懂 他就说三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他一定有可以教导你的事情 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用彼此 他没有说谁教导谁 他没有说一定是主教或是谁 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一件事情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做持住会会长的人 因为我不是那个特质的人 OK 然后但是我常常也觉得 持住会会长不见得可以把一个课程交好 因为他也不是拥有这个特质的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的特质就是他是成为领袖的那种特质 而是我的特质是成为教师的那种特质 所以你会彼此互相帮助跟启发 是在不一样的角度 我可能是在知识跟传达知识方面 但是他们会做的 他们可以让我有学习的比较多的是 他们对别人的那种爱跟耐心跟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的教导不见得一定是我教导你什么知识 有时候是你的行为或是你所做的事情让我被touch 就是被我就受到感动而让我愿意变得跟你一样 所以我觉得教导不见得是像这样子的教导 有时候是一种言行上的榜样 他也是一种教导 好 安若其他人想要分享什么 潜移默化 好 如果没有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